近日,周杰伦演唱会现场,在一个歌迷和周杰伦互动的环节中,有一位男性歌迷非常幸运的被抽中了,没想到就在现场,男歌迷大胆表白周杰伦,并表示自己没能嫁给周杰伦,但自己却娶了一个和周杰伦生日当天的女孩子。 在看到这里之后,不少网友调侃,这位粉丝的女朋友,当时不知道心里会怎么想,而在面对这位男粉丝的表白,周杰伦也是没想到自己的魅力,居然连男生都这么清明。 在粉丝表白过后,小公举便害羞地用手摸着耳朵,还说自己要好好想一下他讲的这段话,当时便是引起现场众多粉丝起哄,周杰伦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,祖籍福建省永春县。 周杰伦四岁的时候,母亲叶惠美把他送到淡江山叶幼儿音乐班学习钢琴,周杰伦读初中二年级时,他的父母因性格不合离婚,而周杰伦则归母亲叶惠美抚养。 中考时,周杰伦没有考上普通高中,同年,他因为擅长钢琴,而被淡江中学第一届音乐班录取。 中考时,周杰伦出生于台湾省新北市。